冬天到来之前 织了几顶帽子 像这样子的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顶了 送给了朋友 闺蜜 闺女 结果他们说 很好看呀 为什么你不拍视频呢 那么今天呢 我来勾一个帽子 先勾一只小辫 这个长度呢 跟这个帽子的这个 高度一样 然后呢 勾这个中长针 绕一下 往往第一圈呢 相对来讲呢 有一点难度 最主要是要选好 勾针的大小 好 勾到头以后呢 多勾两针 然后倒过来 反向 再接着勾中长针 勾支的这个长度呢 要根据帽帽人的这个 投围 一般的成年人呢 大概是在 41 42厘米 左右 我之前 知的那几顶帽子呢 就是 孩子呢 就是从40 大人呢 最大的到46厘米 左右 好 等到了 这个尺寸的时候呢 现在把两边缝合起来 成为一个圆筒 我中间还忘了拍这个 有一边要收口 就像缝衣服一样 把它封起来 这个呢 是到了这个帽顶那毛球了 做成一个手掌大的一个毛球 然后把一端呢 剪开 另外一端呢 缝在帽顶上 这个呢 就是最后的成品 要有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跟我联系咯 我中间的一端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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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